老板 来两碗面 打烊了 打烊了 我们那边火都关了 你去别家看看啊 小伙子 你几岁了 我三十岁 三十 有车吗 没车 有房吗 没房 娶媳妇了吗 还没女朋友呢 那你这么早就打烊了 房子不需要买吗 车不需要买吗 娶媳妇不需要钱吗 生孩子养孩子 你不需要钱吗 你这么点岁数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说出去 那不丢死人吗 我在你这岁数的时候 孩子都上小学了 你这么早就打烊 你走回去 你睡得着吗 小伙子 人类最伟大的力量 就是在于 不断的努力奋斗 青春是你 未来也是你们的 正因为有了你们 时代才能更好的进步 历史才能更好的前行 你懂不懂啊 你 这个老头你有毛病吗 大半夜的我不买车不买房 你不娶媳妇还你屁事啊 再说你看看你都几点了 凌晨四点了 我六点钟还有钱卖包子了 我一天睡两个小时 我怎么不努力了 走走走走走 走 要打我十分钟 这个天呐一呐一呐的 然后差点我都听进去了 我听了热绝被疼的 小偷哪个人羞了没有 我趁着不吃了你 老伴 这家怎么样啊 这家不行 这小伙子他油盐不进了他 要不 咱回家自己煮外面 你说你啊 这到凌晨四点了 都没找到一家面馆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煮面给我吃啊 我不会做面呐 我要会做面 我早就煮给你吃了 行行行 咱们再找一家 我相信准能找到一个愿意奋斗的人 嗯 再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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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叙叙叙叙叙叙叙 短哈哈哈 陈祥六点半